国语有生善书 拱横堂善书 直解因果之门 主著先佛为观世音菩萨 请注意观看本系列时 强烈推荐于本频道因果系列影片 全部皆由南海观世音菩萨著作 观音菩萨将 第一章冲煞 犯因与因果干扰之一同 世人在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遇上冲煞 犯因之事 尤其在运势低落 或是运向惠明 更是容易煞因之冲犯 为何如此 人之运势所趋 可以牵引人之日常言行 既然低落 既然惠明 则言行举止或轻挑 或失疑 甚或行不该行 是以提升因 煞相犯之机遇 而运势惠明 相对贵人与福星退位 因煞之侵扰 更是轻而易举 一般而言 冲煞犯因的状况 当世人会有 身体与精神两方面情况 身体 忽冷忽热 状似感冒或疟疾 精神 恍惚不宁 神思不属 甚至噩梦连连 却无一贯相连之梦境 唯 犯因有其先决条件 路过丧家 或行经目错风水等地 有言行不敬 或举止失礼 如此容易招致丧门之音煞 当然 运势若低造 惠明 旧事无不敬言行举止 却也能充犯丧门音煞 所以 一般见有丧家或目错风水者 大都敬而远之 以屈及避凶 若是不得不由此而过 最好心存哀悼 理静之心 因果干扰 顾名思义 即是轮回以来 所造诸种业债 至如今 原机成熟之讨报 一旦 因果讨报的现象产生 不但身体 精神 甚至在人生的过程运势 福报都有可能隐晦 那么 因果讨报 对于人之影响是如何 身体 会有药食不断 病症不明 或者对症下药 却无法有效 更可能无有病因 却身体不适 或者时好时坏 不能根治 精神 心绪不宁 疑神疑鬼 莫名胆怯 或是萎靡不振 尤其是受淫业女因所扰 更甚是 有亲体干扰 恍若两人 心神似受控制 有助双重人格 今时一家游喜已幻想 幻听 幻觉为此表述 因而 有者一家 甚至以精神为病名 人生曲折 因果讨报 有以福报为干扰标的 譬如原本和睦之家庭关系 夫妻 父子 却误然以冲突 而形成尖锐之对立 或怨愤繁琐 又譬如原来平顺事业 却突然耗损窥折 甚至人事都起搬风 再譬如原本开朗个性 却莫名孤僻刁蛮 甚至形成怪异等皆是 据此分判 冲煞与犯因 在与英国讨报干扰中 是有许多相同现象 只是 冲煞与犯因是偶然现象 英国讨报却是著成之现象 换言之 英国讨报之干扰无法避免 冲煞犯因却可避免 而且 可以避免之冲煞犯因 更能在事后轻易解除 以灵符化境即可 为要在事发之开始 立即行之 否则 酒伤成创 无可避免会侵蚀呈严重病害 或者并发症 众生在本文中 衡量此一现象 其中关键是在曲解之后 无效 应该立刻警觉 是因果干扰之现象 把握快速因果和解之方案 庶免造成体驱 精神 甚至运向的严重变化 则更加难办 能够在此原则上把握 纵然受到冲犯或干扰 亦容易解决 更可以因之其利害 而行趋及避凶之良方 小编补充 本频道已经将 观世音菩萨完成的 英国解释 知善书做成影片 英国并向西论语印证 与英国并向印证之心注解 可以到本频道观看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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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